永乐宫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永乐宫与新化寺的元代壁画 这样一个比较 今天所讲的内容不是来试读永乐宫里边有哪些神仙 新化寺有哪些佛 而是一个技法方面的一个讲座 就是这个这个技法对我们鉴定这个壁画的作者是谁有所帮助 那个我现在就开始 这个首先呢找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是这个壁画 以壁画为主 我们知道这个寺庙也好 公冠也好 我们叫做四官壁画 这个四官壁画呢 它的这个绘画的创作和绘制过程当中呢 它有一个特点是由多人组成内部有分工合作的这么一个职业的这个工作方式 这个一直是一个这个主流的工作模式 它的组织形式呢 我们一般称之为画坊或者是工作坊 四官壁画是中国壁画的一个主要类型 绘于佛教寺庙和道观的墙壁上 内容有佛道造像传说故事图案装饰等等 这种绘画形式是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兴于汉晋胜于唐宋率于明清 是中国绚丽多彩的民族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 讲座呢要从这个三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这个三个世纪二十年代呢 我们知道是一个这个军阀混战的这么一个年代 那么在晋南四官当中的一批壁画呢 就被剥离壁面准备运到海外 那么这批壁画除了有一幅壁画 这个藏在咱们国内 其他的呢都流向了欧美国家 我们统计一下是这样 就是说新画寺有两幅壁画 一幅叫七幅说法图 这个呢是在1928年的时候 入藏北大国学门研究所 就是现在国学门就是现在可以叫文科 文科研究所 那么现在藏在故宫博物院 新画寺的另一幅壁画 是弥罗说法图 弥罗佛说法图这样一个内容 现在藏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红洞广盛寺下室有两幅壁画 也流到了国外 这个也是元代的 一个是药师佛佛会图 现在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就是我们如果去过大都会博物馆 那可以看到那个就是最显眼的位置 最大的那一幅壁画就是这个壁画 另外一幅叫知圣光佛佛会图 这个呢现在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的 那个纳尔逊阿德金斯博物馆 另外呢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还有两幅来自于原来平阳府的两幅元代壁画 这个是道教题材的朝圆图 朝圆图是永乐宫壁画中的重点 壁画高4.26米 全长94.68米 总面积为403.34平方米 表现的是玉皇大帝和紫威大帝率领诸神 来朝拜原始天尊 领保天尊 派上老君的情景 那么从二十年代这批壁画流出以后 海外学者对这个组成的壁画的讨论呢 就十分激烈 不断的有这个论文和专注发表 这个讨论呢 就是集中在这个壁画的来源呀 创作年代呀 形制风格 还有壁画与画师的这个关联上面 这个就是 现在藏在古宫博物院的那个积活说法图 我说一下这个 这个照片的来源 这个照片呢 是当时这个壁画分为五十多块 那个就是每一块壁画装了一个箱子 然后运到北京 运到北京之后呢 被当时国学门研究所的一个教授叫马恒 这个教授呢 他同时也是古宫博物院的副院长 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找到一个 就跟那个国学门的那个教授们商量了一下 然后找到一个文物商 让文物商用四千大洋 就把这批壁画先买下来了 先买下来以后呢 后来就放在国学门研究所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 那个翠花胡同 就是王富锦附近有一个叫翠花胡同 当时国学门研究所呢 在那个地方 因为场地有限 那么就把每一箱壁画打开以后 拍一张照片 然后把这五十多张照片拼了起来 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张照片 七佛是释迦摩尼 与其出世之前 误得正觉的六位佛尊的合称 分别为过去三佛 批婆师佛 师妻佛 批舍佛佛 现在三佛 居留孙佛 居纳寒摩尼 家业佛 和释迦摩尼佛 全面以红色为主色 色彩对比强烈 用线圆润流畅 菩萨形象生动 这张照片呢 跟我们现在的壁画 有一点点区别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现在在 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壁画 就是这块壁画 这块壁画呢 是1958年的时候 当时故宫博物院 做这个历代艺术馆 然后在故宫 历代艺术馆呢 就做了一面假墙 然后把这个壁画一块一块的 这个放上去拼了起来 拼了起来 有一些残缺的地方呢 又做了一些新的 这个五合板 五合板上涂了泥 涂了颜色 然后请中央美院的 一个教授叫陆红年 还有一位叫王定里 带了几个学生 就给他全了色了 就把那个缺的地方呢 补起来了 这个是加拿大 那个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 这个内容呢 是弥勒说法 这个是安大略博物馆 他的展厅 是这样一个状况 弥勒说法图 是元代晋南著名画师 朱浩古和张伯渊的手笔 这幅又名弥勒的尽头的画 宽11.6米 高5.8米 人物神态栩栩如生 是唐代以后 中国古代寺庙壁画 最好的作品之一 然后这个呢 是广生寺夏寺的 这个元代壁画 这是另外一个寺庙了 前面那个是新画寺的 这个夏寺的元代壁画 药师佛佛会图 这个呢 是现在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这个就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 这个就是赛克勒厅 因为是赛克勒这个人捐助的 所以叫赛克勒厅 我们看这个壁画 这是他现在的这个场所 这个呢 是那个支撑光佛佛会图 这个应该跟刚才那个 药师佛佛会图 它是一对 就是一个是在 这个身墙 一个是在那个身墙 这个他现在藏在这个 Kansas的那个 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这个我们看在这个 安大略博物馆的这个厅里边 它是跟这个弥洛说法图放在一起的 这是弥洛说法图 那么这一笔是那个潮原图 这边也是这个潮原图 好 那个这幅壁画 到了这个国外之后呢 这几幅壁画到国外之后呢 有这么些个人呢 做过一些研究 1939年的时候 这个西克门 也有翻成石克门的 Lawrence Sickman 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我翻译成中国晚 晚期的佛教艺术笔记 不一定对啊 那个 这个西克门 首先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然后就是 安大略博物馆的第一任中国部主任 他的中文名字叫环吕光 他出了一本书 翻译过来呢 叫中国四官壁画 十三世纪三部壁画的研究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弥洛说法图 和那两部潮原图 然后呢 是一个美国学者叫路德维西巴绍夫 他这个写了这么一篇叫珠浩谷作品 尼勒的净土 主要是写这个 加拿大的那一幅笔画 那么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珠浩谷这个名字 我下面会讲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名字 另外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教授 这个女士呢 她是费正清的学生叫夏南希 她写了珠浩谷在研究 也是讨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这个三铺壁画 那么在1987年的时候 这个夏南希呢 她又提出了这个 就是在她那个珠浩 关于珠浩谷研究的 珠浩谷在研究的这个论文里边 提出了这个近南四关壁画群 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 The Southern Sancti Modernist World Painting Group 这样一个观点 那为什么是这个近南四关壁画群呢 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讲 就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也就是五十年代末的时候 那个山西这个文物考察的时候 发现那个永乐宫还在 然后永乐宫的壁画呢 还在寺庙里面 这样呢 这个由于这批资料的发表呢 这个 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坐标 就是唯一永乐宫的壁画 它是留在了原来的寺庙里边 跟建筑一起存在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 这么一个坐标 所以呢 那个 就资料的这个完整性和丰富性而言的 永乐宫具有同时代 其他壁画不可比的这个研究价值 永乐宫壁画是中国古代壁画的奇葩 位于山西省瑞城的永乐宫 其艺术价值最高的 手推精美的大型壁画 它不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杰作 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 整个壁画共有1000平方米 分别画在无极殿 三清殿 纯阳殿和重阳殿里 其中三清殿是座主殿 殿内壁画共计403.34平方米 画面高4.26米 全长94.68米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先讲一下这个永乐宫壁画的这个提及问题 首先说呢永乐宫它是这个全真教的这个祖庭之一 全真教是道教里的一个一个教派 我就不具体讲了因为不签着不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看这是永乐宫那个搬迁前的情况 这个我们看这个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是三清像 三清呢已经没有了 我们看到这个是东壁的壁画 就在我们展厅里面 就是我们我们展厅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壁画 那么在这个三清殿呢有两处壁画提及 这个是东壁壁画 这个提及在什么地方呢 在三清殿的这个位置 给大家指一下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一个在这个位置 一个在这个位置 有两个提及 这个提及呢 我们看那个字迹呢 是写的比较草率的 然后内容是 河南府 洛京 沟山 沟呢应该是这个沟 这个沟山是哪呢 就是唐代叫沟市镇 沟市镇 然后这个我们知道那个玄奘 玄奘 他就是洛阳人 他就是这个沟市 沟市镇的人 河南府 洛京沟山 马军祥掌南 马七代昭 把座正殿前面七间 东山四间 殿内斗心 东面一半 正正 这个字写错了 应该是尊 云七五间 太平二年 就是一三二五年 六月公 笔 这个笔呢 应该是笔 然后门人 王秀仙 王二代昭 赵代昭 马十一代昭 马十二代昭 马十三代昭 这都是他们马家人 范代昭 魏代昭 方代昭 赵代昭 这是这一则提及 另外就是在那个墙角 还有一个提及 就是河南府 沟山 马七代昭 正尊五间六月日 公碧 云七 这一名明显的写的是云七 是吧 这也是说云七五间 那这是苏白先生对当时的一个分析 就说提及一 就是刚才那个照片 说这个内容呢 可以理解为是河南 苏白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 作为历史考古学上集大成者 在宗教考古 建筑考古 印刷考古 和版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 筑有白沙领域的造证为 藏传佛教教寺院考古 与马俊祥画工班子的名下 好像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你比如说1988年初的这个中国美术全集四观壁画卷 这个也是比较成为的一个出版物了 那这时候那个金威诺先生呢 他就认为永乐宫三千殿壁画 是这个马俊祥和他的长子马七 以及门人的作品 这个金威诺先生有一篇文章在里面 那么在1997年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永乐宫壁画大型画册 金儿呢 对这个前面他的这个结论呢 做了更正 首次指出三千殿的主体壁画朝圆图 应该是香灵画师朱浩谷的作品 金先生认为三千殿壁画提计除 记名所画的是云气之外 没有涉及其他的这个壁画内容 那在2000年的时候 在再版的中国绘画通史 这也是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 一部书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王柏敏先生仍然维持了三千殿壁画师马军祥的画工班子作品的这么一个说法 看大德三年1299年 实际上就是马军祥去庄会的时候 龙川大和尚已经去世了 那么也就是说 马军祥并没有参加这个白马寺的主体工程 而是这个白马寺后来破旧以后 他这个 去庄会 就是我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庄会 庄会的是这个建筑彩画还是壁画呢 背记的前半句记录的是素的工作 后半句记录的是庄会的工作 如永乐宫三千殿没收提记所示呢 马军祥的家乡是离白马寺不远的这个沟山 两则提记所涉及的马军祥弟子所做的工作 均为建筑彩画和殿堂里的这个庄会工作 因此呢我们可以推定马军祥呢 是元代洛阳地区有名的这个中蓝将 我们现在来带一次庄会gh dir的民谣 我们现在有小分剧会 我们就来说 人就是本身装有的